后头满满的电竞玩家都在排队等待进场 看好台湾电竞的市场 电竞品牌也在这里打造了一个电竞馆 甚至把整个雷台都搬过来 要让玩家对战更有真实感 电竞馆主打的就是刺激临场感 站队排排座两队的距离还不到三公尺 清楚感受对手就在身旁 台下满是观战的玩家 更让选手们乐喜沸腾 一般在网咖或在家里打比赛 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很像是NBA有自己的球场那种感觉 团队默契还不够 专业配备也很重要 每个萤幕上都有台摄影机 能清楚拍摄玩家表情 闪着彩色灯光的键盘 更能看准按键位置 灵魂配件还有它 无线滑鼠不稀奇 但在我手上这个是全球第一款 可以边滑边充电的滑鼠 它靠的就是后面这个圆形的接收器 只要接收器轻轻碰触到 专用的滑鼠电就能自动开启充电功能 不用担心续航力 但电竞周边竞争很激烈 鹰眼造型搭配红色线条 华硕这款电竞滑鼠 旁边还有特殊按键 能记住设定的12种动作 那我们知道其实电竞在台湾 一年的成长幅度大概 有来到30%左右 在旗下的这个电竞品牌 我们成长了一倍 有了好配备才能提升战力 各大厂拼战电竞 创出另一片周边上机 东森财经新闻 柳佩奇 潘育权 在台北参访报道